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天有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埋首于创作之上 也难怪会被后人称作音乐之父 除了这样的巴赫,你们还了解多少呢? 今天就聊聊巴赫的冷知识吧 18世纪初,咖啡在西欧的出现造成了一股热潮 风靡的程度还影响了当时的经济情势 为了阻止咖啡的狂热 国王还派出咖啡饥茶人员 只要闻到哪家飘出咖啡的香味 就立即取缔 其实,当时的巴赫也是咖啡爱好者 据说他一天可以喝掉30杯的咖啡 为了讽刺这个现象 巴赫就写了这一部咖啡清创剧 你肯定听过这首低小调初季曲与副歌 其实巴赫除了会创作 他还是当时最棒的管风琴演奏者哦 传说曾有挑战者想与他一较高下 千里迢迢到了巴赫工作的教会 结果晚上在教会外偷看到他弹琴的样子 被巴赫高超琴技吓到 立刻决定放弃比赛 关于巴赫音乐作品的故事 最有名的莫过于郭德堡变奏曲了 你知道这首曲子的诞生跟失眠有关吗 而郭德堡又是谁呢 在十八世纪有位俄国大使凯撒林伯爵 常常因为身体不适难以入眠 有一次伯爵请来了巴赫 为他写一首稳静又轻快的大剑琴作品 并让年仅十四岁的郭德堡 在他失眠的时候可以演奏 在相似的和声不断重复之下 巴赫用三十段的辩奏曲实现了伯爵的心愿 之后好几年间 伯爵只要睡不着 就会让郭德堡在辩奏曲中挑几首来演奏 陪伴伯爵度过漫漫长夜 若要说到巴赫医生中有什么疯狂的行为 就是他曾经为了听一场音乐会 从家中走了四百多公里到达演奏的现场 听完之后再步行回家 当时的他在教会工作 整整请了三十天的假 却离开了四个月 也没有通知老板 于是教会在一七零六年给了他一次警告 但巴赫其实不是很在意 晚年的巴赫患上了眼疾 为求医治找到了当时的眼科名医 约翰·泰勒 结果没想到眼睛没治好 反倒连性命都赔了进去 巧合的是 这位医生还同时治疗了 另一位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大师 韩德尔 同样的失败了 也因此过世 今天的冷知识就分享到这里啰 大家想知道更多音乐家冷知识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啰 我们下次见